除了刚刚的对话之外呢 这个故事里面呢 它还加入了很多的修辞技巧哦 这样子呢 看起来会让整个故事更加的优美 更加的丰富 那故事里面到底有加入什么修辞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阳光斜斜的照着 风儿轻轻的吹着 咪咪的长发也飞舞着 还记得吗 我们上次呢 曾经有教过呢 排币 结构相似的句型 接二连三的出现 有没有 你看阳光斜斜的照着 风儿轻轻的吹着 咪咪的长发也飞舞着 这样子呢 在这里运用了排币的技巧 可以让整个文章的结构怎么样 更完整 然后呢 语试呢 更增强 第二句 小白兔皮皮 轻舞着嘴巴叫着 一下子呢 又拍起手来 这个很明显 这个是什么 拟人法 他把小白兔当成人一样哦 让他有人的什么动作 小白兔会这样耶 会轻舞着嘴巴耶 而且会怎么样 会拍手耶 这个就是一种拟人法 会让整个故事呢 更可爱 第三句 咪咪咪笑了 森林里的灯光亮了 音乐也响了 像这个也一样哦 这个是什么 排币的剧情 最后一句 月亮正调皮的跟他 扎扎眼呢 这个就是什么 你人 因为月亮怎么样 它是一个什么 物 它不是人嘛 可是呢 我们在故事里面呢 也赋予他人的动作 有没有 好像月亮呢 还会怎么样 跟这个咪咪哦 这样扎扎眼 有没有 所以你就会觉得 哇 好可爱的故事哦 小朋友 如果呢 你想把故事写好的话 老师建议你 平常呢 可以做一个练习 比如说 咪咪捡到了一只 漂亮的紫蝴蝶法夹 你可以呢 在故事刚开头的时候 怎么样 接着自己想象 你只用故事的起的部分 然后其他的 城啊 转啊 合啊 你可以自己想象 比如说 他捡到这个法夹之后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 搞不好呢 这个紫蝴蝶法夹呢 就像这个 哆啦A莫任意们一样哦 可以带领这个秘密怎么样 到任何神奇的地方 这个也是很有趣的 你可以自己想一想 那第二种呢 你也可以这样子哦 就是说 起的部分一样 然后呢 合的部分也一样 就是开头 跟结尾都一样 开头也是咪咪 捡到了这个法夹 然后结尾也是怎么样 那个小仙女啊 把这个紫蝴蝶法夹 送给了咪咪 然后呢 咪咪终于成了 法夹的主人 可是他的过程咧 你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怎么样 做不同的变化 就可以自己创作 这样子呢 就可以培养 跟激发你的想象力 那还有第三种 叫做故事改编 其实故事改编 是一种非常有趣的 创作练习 老师举个例子好了 相信小朋友呢 都听过这个 龟兔赛跑的故事吧 龟兔赛跑 本来他不是说怎么样 乌龟赢了吗 可是呢 就有小朋友 把它改编哦 让这个怎么样 兔子 兔子本来不是偷懒 在打滚在睡觉吗 结果呢 这一次兔子怎么样 他就记得 我休息了十分钟 我就爬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兔子怎么样 他这一次带了闹钟 所以呢 他还是赢得了比赛 那还有像小朋友都知道的 白雪公主 像白雪公主故事里面啊 那个白雪公主 她不是吃了那个毒苹果吗 后来就怎么样 就昏死了过去 那最后不是有一个白马王子 然后呢 来亲吻了他之后怎么样 把他怎么样 就行了吗 可是呢 我就曾经看过 有小朋友这样改编的哦 他说哦 这个公主一样 吃了这个毒苹果 可是呢 白马王子怎么样 也出现了 可是很奇怪 这一次白马王子呢 就怎么样 他不肯亲吻公主 那小矮人就说 你快点啊 你快点啊 故事里面都安排 王子就要亲公主啊 这个王子就说 什么王子 我是牙医耶 我穿白色衣服 我穿白袍啊 你看不出来我是牙医吗 然后呢 他还顺便去检查一下 那个白雪公主 他就把白雪公主的嘴巴打开 然后就 呃 好臭哦 白雪公主 你怎么样 满口都是蛀牙 原来怎么样 这个白雪公主啊 被这个小朋友改编 说她是因为这个满口烂牙 就平常吃糖果不刷牙嘛 那满口烂牙之后呢 怎么样 用力咬那个苹果啊 咬怎么样 因为太痛了 痛得昏死过去 所以小朋友 你看 故事改编之后 是不是很有趣 那你也可以试试看哦 把你平常的一些熟悉的故事 拿来做一下创作练习 听过了老师讲了这么多故事呢 跟详细的解说之后 我们再回到今天呢 作文练习 今天的作文练习 是要写一个故事 那关于故事的主题呢 老师提供了几个 让小朋友参考 比如说 实惊不媚 知错能改 守信用 好心有好报 勇敢 心地善良 孝顺 诚实 像第一个 实惊不媚 所谓的实惊不媚呢 就是说 我们捡到的东西呢 不具为己有 那知错能改呢 就是说 一个小朋友 他可能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可是他能够怎么样 勇敢地认错 而且把它改过来 那像守信用的话呢 就是表示 我们做人呢 要怎么样 可能是讲的话呢 要守信用 或者是呢 做事情呢 要守信用 那像这些题目呢 小朋友在写的时候 可能会想说 老师 主题我已经知道了 可是 题材我要怎么想呢 他老师建议你可以 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去想 可能是你亲身 自己经历过的 还是说 你听过的 还是说 发生在同学身上的 也或许是你看电视啊 或者是看书上 有写过的 你都可以把它拿来 做一个很好的题材 那你在写的时候 要记得哦 老师讲过的 你要怎么样去安排 除了有鲜明的主题之外呢 你要怎么样去安排情节 情节要紧凑一点哦 然后呢 要安排适当的角色 那最好呢 可以加入一些对话 还有什么 修辞 小朋友 最后老师再叮咛你们一次 写故事的时候呢 要记得朝故事的五个要素呢 去进行 希望你们呢 赶快左手 去写一篇精彩的故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